15年前提起华语乐坛的时候 我们庆幸有周杰伦 王力宏 陶哲 林俊杰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音乐人 15年后 当我们再次提起华语乐坛却发现 我们能够想起的经典 还是15年前这一批音乐人留下的 这几年看到不少乐迷都在开玩笑说 华语乐坛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 恐怕要完蛋了 原本我并没有多大的危机感 一直到最近 看到2021年度时大热歌出炉后 我才有这种不好的预感 华语乐坛要完了 近日 TMEA音乐盛典隆重举行 还请来了周杰伦 林俊杰 邓子齐 毛不易 等等一些音乐人 从出席的嘉宾来看还算是比较有分量 但是当这个活动公布年度华语时大热歌排行榜的时候 我却感觉有一种深深的绝望 从官方公布的榜单来看 这一次排名2021年时大热歌的歌曲分别是云与海白月光与朱沙之浪子闲话千千万万等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品的名字 但是你一定听过这些歌曲 因为在很多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面 都用到了这些热门的曲子 本身如果作品非常优秀 词曲也是经典的话 被捧为十大热歌没有任何一点问题 关键是这些排名前十的作品 基本上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曲子朗朗上口似乎在哪里听过 但是歌词的逻辑确实混乱不堪 要么无病呻吟 要么口水横飞 要么强行把一些古风的东西穿插到歌词里面 总而言之随便听一下可以 但是仔细听的话 却能发现这些作品里面的问题所在 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白月光与朱沙之这首歌 所用到的曲调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和弦组成的 和其他的网络神曲套路一样 所以大家会觉得莫名的洗脑 但是又感觉曲风非常熟悉 至于歌词方面 作者是想套用张爱玲作品里面的一些词语 比如白范利蚊子学 但是整个听下来 基本上就是无病呻吟 强行把这些词语堆砌在一起而已 白范利无处抛 蚊子学也抹不掉 说难听一点 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为了强行押韵而写的歌词 通俗来说 这些歌词看起来很高级 实际上却十分吐气 常常在描述一些正确的废话罢了 本身这些不入流的作品都摆不上台面的 结果现在却成为了华语乐坛排名前十的热歌 确实不得不让人担忧 现在华语乐坛到底掉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还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